我是杨子晶牙科器材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志 杨子晶成立于1998年 是国内知名的专业牙科器工所 目前已在深圳、东莞、北京、上海设有生产基地 杨子晶主要定位于中高端市场 业务遍及全国 已累计与1万多家口腔医疗机构 近4万多位牙医建立了合作 中国大陆口腔医疗市场仍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我国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人民币3万5千元 预计2025年将达到4万5千元 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日渐明显 2020年,大陆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84亿 预计2025年将达到2.24亿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走高 以及老龄化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加 支撑了口腔医疗需求的不断增长 另外,消费型口腔医疗市场的发展也异常迅猛 颜值经济成为加速口腔行业繁荣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年轻人群对口腔美学修复 政绩的需求真是强劲 今年我们已经在国内市场 正式销售集团旗下的隐形政绩品牌透树立 希望借此进一步丰富产品线 同时提振国内整体销售 数字化也将成为整个口腔医疗行业的变革重要因素 数字化比传统技术拥有可视化、精准化、快捷化的特征 杨子精也积极在一级沟通、协同生产、智能制造等方面推进技术创新 杨子精的核心竞争优势是将精湛的生产工艺落实到规模化生产中所带来稳定的品质 目前我们与十余所口腔教学医院、数十家、公立口腔医院及中和医院口腔科 以及瑞尔、拜博、马龙等上百家民营口腔医疗机构建立了稳定合作 这也代表着他们对于杨子精品质的认可 全新的东莞松山湖生产基地投产后 杨子精的生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公司的规划是在松山湖基地采用更高级的设备 更专业的技师实现更高的意识制作水平 配合布局全国的加工中心 杨子精将进一步为客户带来安全、稳定、可靠的品牌价值 在产能规模扩大的同时 杨子精将推进更高品质、更高时效、更高性价比的产品策略 除了现有高端产品外 我们也会推出中价位产品、扩大客户合作范围 有助杨子精进一步抢占市场份额 杨子精依托于现代牙科集团的支援优势 与国际知名的士卓曼·洛宝科建立了品牌战略合作 为我们的牙医和诊所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技术 除此之外 现代牙科集团主办的国际牙科论坛 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 多达5500多名来自国内外的口腔专业人士 参加了这一学术盛事 这也为现代牙科集团 及杨子精建立了专业的学术地位 基于国民对种植牙需求的日益旺盛 四川省纪联盟在2021年11月 开始部署种植牙的基材工作 当时聚焦在种植体领域 直到今年五月底 四川省进一步就氧化钞牙罐展开申报工作 而我们主要的产品为 牙罐、牙桥、牙托及正系列产品 本次集采仅涉及氧化钞牙罐这一部分 这次氧化钞牙罐集采若得以落实 我们会预见到有关产品的价格会有所降低 但牙罐与种植体的生产模式 有所不同 种植体是标准化的生产模式 可以整合全球的产能形成供给 而牙罐是定制化的生产模式 行业参与者难以在短期内 形成大规模的产能增长 而超出产能复合后 定制化生产的牙罐品质也难以得到保障 因此我们预料 集采不仅有利于产能规模较大的头部企业 集采后牙罐的价格降幅也是有限的 与此同时 集采聚焦于种植体领域 目的让更多人有机会享受到优质的种植系统 这将大大提升大陆地区的种植芽数 当种芽的人数增加时 会自然地带动对芽罐、芽桥及芽托的需求 潜在的货量会相应增加 从这一方面来看 集采对我们也是有正面影响的 在集采的大背景下 杨子晶破批个性化机台的生产许可证 有了这一许可证后 杨子晶种植类产品将进一步获得成本、品质和时效等竞争优势 有利于杨子晶在集采后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从销售数据看 2021年相比疫情前的2019年 杨子晶在国内的年销售额上涨了26% 可见疫情背景下 杨子晶仍然取得了不错的增长 这一方面体现了杨子晶拥有着优质的客户群体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杨子晶规范严谨的生产优势 更能满足口腔医疗的防疫要求 疫情也推动了口腔医疗数字化的进程 2021年相比2020年 杨子晶每月收到口少的获件 增长了近5倍 传统的取膜方式涉及牙膜的转育 有可能带来病毒传播的风险 而数字化口少不仅避开了模型转移的接触链 也避开了物流系统极大的不确定性 更是节省了模型入场消毒所耗费的时间 杨子晶为了满足疫情下 医生对口少的需求 推出了更轻松的口少以猪代购方案 此举也将大大方便 杨子晶广大的合作伙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